中立服務區這邊有一個充電站 我們可以在這邊充電 從國道下中立服務區前面就有充電站 讓駕駛很心安 他的教學非常清楚 比如說有首次的充電教學 以及綁定水差集中的部分 停好車簡單幾個動作就能充電 重點是去休息站晃個一圈 電量快速回血 比如說我去休息上個廁所 我買一杯咖啡喝一下 他幾乎可以從大概二十幾趴 充到八十趴是沒有問題的 能設在這個服務區有這種快充站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 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平常上班 回家忘了充電之後 然後我們隔天比如說要出油 然後我們就可以臨時到這種服務區 能夠快速幫我們補電 國道是貫穿全台交通的大動脈 現在很多電動車車主 他們都會有出遠門的需求 但是臨時要找充電樁 並不是這麼的方便 現在國道的休息區就設有充電樁 可以解決車主的里程焦慮 電動車時代來臨 國道服務也開啟新的里程碑 歷經三階段建置 北中南東15個國道服務區充電網 正式上線 國道是南北東脈的骨幹 那都每個服務區甚至未來的休息站 都有這樣的充電樁營運服務之後 相信對於電車的成長 對近零排檔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充電樁的規格 歐規跟美規 特斯拉跟其他的車輛 大概它的充電樁頭的規格都沒有一致化 當初的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充電的車位也沒有專用的問題 會不會在初期的時候 電動車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會不會排擠到燃油車的停車位的部分 建置過程中主要的困難是 充電槍款式太多 遇到了選擇障礙 再來服務區車位有限 國道服務區停車位平均翻桌率20分鐘 若建置慢充 一台車要停2到3小時 不符合效益 當初在規劃的時候都是引進快充 甚至第一期的200kW也變成 升級變成350kW 那目前使用的情形 用路人只要電車的駕駛人 只要上國道服務區到1968 就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每個服務區現在的充電車位 在停放使用的情形 在做充電樁的建置 其實它是充滿了很多不同的單位 跟其實流程上也是非常的複雜 那因為最主要是不要影響到 平常在使用的民眾 那所以我們很多的一些 比較複雜的一些施工的節點 都會是需要夜間施工 所以那個我們在施工的期間 我們的工程師已經非常習慣 就是大概半夜十二點到看到在這邊 看到太陽日出這樣子 二十三站快速充電站 八十五裝充電樁一百五十四格充電車位 還能透過APP查看充電使用情形 避開熱點節省時間 可以看到充電樁充電的狀態 比如說是不是有人在使用 這是最基本的 但是我們還有所謂的SOC 就是你可以看到人家的車子 它的充電本身是已經充到七十趴八十趴 所以你來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預判說 我這邊會不會很滿 或是我這邊來的時候 這個人已經快充好了 我就可以不用等那麼久 因為我們自己當初的創業團隊 都是電動車主 我們是早期的電動車主 那時候就發現到 其實台灣的充電環境不是那麼的友善 現在電動車大概充飽 可以開個四五百公里 其實算是蠻常態的 為了要讓消費者不會感覺到說 好像我要出長途的遠門 會覺得說沒地方充電 因為國道休息站服務區是最直接 然後也是最符合我們平常用車的習慣 因為大家平常走國道 然後出遠門 其實習慣就是我來休息區來加油 那現在有所謂的這些充電 在這邊可以補電 他第一他不用去找 第二他也不用說下閘道 可以很快速的來這邊充電 高工局與新創科技公司合作 緩解電動車主的里程焦慮 未來也希望能對接物流 客運等商業電動車的需求 也希望除了小車 電動車成長之外 大型的運輸車巴士也好 過車也好 他的電動車的一個趨勢 也希望能帶動 這樣的車輛的成長 打造對電動車友善的使用環境 才有助於電動車的普及 讓近零碳排之路越走越暢通 TVBS新聞 劉怡君王浩宇桃源採訪報導